第226集 说实话 我真的很好奇 他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 虽然这么说 但是陆凌峰没有任何亏死之心 他能做的只有沉浮 陆寒霜轻点头颅 直接扶着夜晨向着一处而去 当走了六七步 突然陆凌峰叫住了陆寒霜 寒霜等一下 陆寒霜身取一证 美眸诧异地看下陆凌峰 爸 怎么了 陆凌峰眸子微眯认真道 如果店主有任何需要 你都要好好把握 店主乃人中龙凤 你若攀上 对你来说百利而无一害 陆寒霜犹豫了数秒 没有表态 继续扶着夜晨而去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一处大床之上 现在只不过下午而已 外面还有些太阳 陆寒霜小心翼翼地 为夜晨脱掉了衣服 只剩下一条内裤 更是为他盖好了被子 至于他 则安安静静地守在夜晨的身边 他的眼眸眨着 冷如寒冰的脸颊 渐渐爬上了一丝红霞 他能听到夜晨沉重的呼吸之声 就这样 陆寒霜看了夜晨足足五个小时 不知为何 他越看感觉心跳的就越快 夜晨仿佛就是一个黑洞 深深地吸引着他 甚至让他二十年没有波澜的心 产生了一道道涟漪 渐渐地 他身子微微倾斜 粉嫩的唇半想要靠近 就在快要触碰到夜晨的刹那 一双寒星般的眼眸睁开 夜晨醒了 双目相对的瞬间 陆寒霜连忙站了起来 慌乱地解释道 店主 你睫毛上有些东西 我本想帮你拿掉 夜晨也没有多想 艰难地起身 取出两颗丹药直接浮了下去 同时盘腿而坐 准备运工 陆寒霜 你为我护法 不得有任何人打扰 是 店主 陆寒霜连忙向着门口而去 他巴不得马上离开这里 刚才那一幕实在太尴尬了 店主不会误会什么吧 又是一个小时之后 夜晨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身上的伤势 算稳定了几分 只不过最近使用真气 都必须悠着点 不过再透支 那对他的修为 都会有所影响 突然夜晨想到了 手袋里掏出了手机 拨出了夜灵天的电话 血霉店的人 他不会完全相信 唯一让他信任的 便是夜灵天 暗店和血霉店 从某种程度来说 算得上是同一种力量 适合隐藏在暗处 他的初步打算 就是让夜灵天掌管这些强者 店主 店头传来夜灵天恭敬的声音 夏若雪和孙怡 在江南省有出什么事吗 夜晨问道 电话那头的夜灵天连忙道 夜先生放心 有我在 没有人感动两位小姐 最近他们忙着天正集团 以及夏家的事物 很少走动 夜晨点点头 随后吩咐道 我打电话给你 是提醒你一件事 你和安店的人 可以准备来了 这里有一道力量 需要你来掌管 夜灵天一正 有些摸不清店主的意思 店主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懂啊 现在这个时候 想要在占据五刀界主动 太难了 夜晨笑了笑直接道 如果是让你接管血煤电呢 什么 店主 您是说血煤电 夜灵天颤抖着声音道 对 此刻这里是一滩死水 等你来搅动 至于孙怡和夏若雪的安全 只需要罗刹和龙魂保护便可 同时 我会派强者前往江南省 保护他们 你要做的 就是立刻带着安店的精卫 来这里 是 店主 电话挂断了 夜晨来到窗边 居高临下的看着京城西郊的黑夜 这是他踏出的第一步 他要江家那位老人后悔 他更要亲自带着父母踏上江家 告诉那些自以为是的人 他们从来都不需要江家的承认 更不稀罕 这是他夜晨的骄傲 也是他的自信 随后 夜晨又在血煤电待了几个小时 并将夜灵天的电话号码告诉了陆凌峰 接下去 血煤电和暗电的融合 全权交给两人负责 等彻底显露之时 便是他踏上江家之时 夜晨踏出血煤电的时候 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晚上十一点了 那也该离开了 他踏出血煤电阵法的时候 便注意到了一辆迈巴赫 停在不远处 这种荒废的农田附近 出现这种车 本身就是意外 不过很快他就恍然过来 这辆迈巴赫 是向城东的车 车门打开 向城东急急忙忙地走了出来 叶先生 您 您居然出来了 此刻的向城东心中甚至有些紧张 血煤电什么力量 他很清楚 一般人进入气 根本不可能活着出来 但是夜晨真的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关键身上还残留着浓重的血腥之味 死了至少十人以上 难不成夜晨真的镇压了血煤电 以一人之力屠杀 怎么可能 夜晨没必要过多解释什么 只是问道 那幽魂监狱的人 最近和你联系了吗 向城东摇摇头 哦 他已经将时间地点都告诉我了 叶先生 您也知道 就等二十四小时之后了 叶晨向着迈巴赫的后座而去 吩咐道 送我去京城师范大学 是 车门关上 向城东坐在副驾驶 让司机开车 至于后座 则留给叶晨一人 给他绝对的安静 叶晨闭上眼眸 准备调整呼吸 运转九天悬阳绝 不然 他口袋的电话响了起来 让他意外的是 竟然是魏颖的母亲 他本想挂掉 但是想了想 还是接了起来 什么事 叶晨淡淡的声音响起 魏母听到电话接通了 呼出了一口气 脸盲激动到 前辈 我想问一下 盈儿和你在一起吗 晚上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他 他那边很吵 说是回家了 打电话给我 但是到现在 我都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关键他电话也没人接 所以我问问前辈 叶晨 某子微眯 突然想到魏颖 早上送早饭的时候 邀请他晚上参加 校长组织的什么活动 他当时拒绝了 估计魏颖晚上 应该是去参加这个活动了 今天学校有活动 可能太吵 没有听到 我现在在外面 等一会儿我回去 帮你留意一下 叶晨道 谢谢前辈 真的非常感谢 电话挂断了 叶晨继续闭上眼眸 运转功法 二十分钟之后 叶晨下了车 没有回自己的教室公寓 而是第一时间 去对面敲了敲门 但是魏颖的公寓里 根本没有人 他甚至用零食 感悟了一番 没有任何结果 还没回来 叶晨想起了什么 从轮回墓地 取出了一份文件 文件上有一张名片 上面有校长的电话 他按照名片上的号码 拨通了电话 不多时 一道慵懒的声音响起 谁啊 大晚上还让不让人睡觉 叶晨眉头一皱 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那活动组织的 结果校长竟然在睡觉 我是叶晨 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直接让电话那头的校长 清醒过来 他更是换了一种口气 对叶晨道 那个 发生什么事了 他可是知道 叶晨的背景 稍有不慎 他的位置就不保啊 所以不管怎么说 这位爷一定要小心翼翼的伺候着 你现在在哪儿 叶晨质问道 我在家呀 今天喝了点酒 回到家就在补教 学校那边出事了吗 卫颖没有回来 校长一正 想了想便道 活动九点多就结束了 我记得卫老师被几个女老师 拖去唱歌了 好像后来吴凡和郑瑞他们也去了 都是年轻老师 唱唱歌很正常 首长 你这是 地址 叶晨命令道 校长被吓了一跳 但还是老老实实的 应该是京城千华广场的哥勒迪 电话直接挂断了 原本几个老师的聚会也不算什么 但是吴凡和郑瑞去 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但愿魏颖不要出事 再怎么说 魏颖也是他在京城师范大学 为数不多的朋友 关键 他从对方身上 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 一丝关心和善意 就在这时 叶晨手中的电话响了起来 来电显示正式魏颖 他刚想接通 电话那头就挂断了 叶晨眸子泛着一丝冷意 没入黑暗之中 不管怎么说 已经十二点了 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也不安全 既然都答应魏母了 也该把对方带回来 京城千华广场六楼 哥勒迪 007至尊宝像 魏颖脸色泛红 有些醉意 他不喜欢喝酒 更不喜欢这种唱歌的聚会 但是今天又恰巧是英语组 一位老师的生日 对方万般恳求 他只能来了 毕竟同一个办公室 如果不给面子 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可是来了之后 他后悔了 明明是对方的生日 这群人竟然一直让他喝酒 他躲了几次 更是想要离开 但是那位兽性却说 只有喝了一杯 才能算得上祝福 一杯下肚 已经让不会喝酒的胃影 醉意十足 胃力很是难受 他拒绝了接下去的所有敬酒 就安安静静地在角落里坐着 现在 他双腿有些发软 想回去也不可能了 只能等酒意散掉一些再回去 但是酒意不光没有散掉的迹象 反而越来越重 他躺在沙发上 感觉意识有些不清楚 下意识地就按响了一个紧急电话